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社会正义 正义吗 保守主义并非向所指责的那样 对社会中的可避免的困苦和罪恶 持麻木不仁 听之认之的态度 关于福利的立法 恰恰是由19世纪的保守主义者所推动的 然而 保守主义却对已经开始变质的福利国家持敌视态度 因为福利国家是建立在社会正义 亦被称为社会公正的基础之上的 社会正义被看成是国家的职能 而非民间自愿的慈善 是受贿者的权利 而非失贿者的一种美德 因而 它败坏了一个社会的正常道德感 福利国家导致个人对国家的依赖 滥用了纳税人的财富 逐步丧失谋生能力 造成公民寄生于国家机体之上 福利国家允诺一种它无法提供的增长 其所造成的是臃肿庞大的国家机器 穷人的命运也因此被大大改变 福利国家的维持靠的是充分的被创造出来的财富 而福利国家本身在侵蚀削弱瓦解创造财富的 个人积极性和社会机制 如法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学家 如福内尔在再分配的伦理中所指出的 这种通过国家对财富的强制性再分配 来实现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恶劣后果是多方面的 首先 对有独创性趣味的个人是灾难 其次 社会丧失了上述个人为满足其特殊需要 而做出的特殊努力 第三 社会丧失了由满足特殊需要的成功努力 所产生的方式的多样性 第四 社会丧失了得到少数财产支持的种种活动 福利国家的正当性依据的是一种叫做社会正义的理论 他认为 社会应当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个人 把正义看成是财产的分配 因此 他只关心社会资源的分配 即在社会中的财产 特权与权力总量的分配 而且这种总量的存在与所有权无关 并由社会来分配 这里的社会正义就是通过政府干预市场和分配 以便使某些人获得某些收入 从而实现分配上的公平 这就是哈耶克所指责的社会正义的幻象 保守主义通常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之类的字眼充满狐疑 强调结果分配的社会正义有内在的逻辑矛盾 人们通常按照规则来玩游戏或赢或输 正义本身不应是赢者手中的奖品 不应成为分配的对象 一旦用正义试图去抹平输赢的界限 替代规则来指定比赛的结果 这样的正义肯定是不正义的 所以正义本身不能成为游戏角逐的对象 这样的正义干扰了比赛的进行 而社会正义则干扰了市场的正常运转 只有竞争的方式有公正不公正之分 而通过正当的方式产生的竞争结果 无公正不公正之分 在保守主义看来 从来就没有像社会这样的空洞抽象的终极分配者 他更不能担负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任务 社会只是一个过程 不是一个有思想有行动能进行财富分配的行动者 唯一能担负一些分配职能的是国家 但他的分配职能受基本人权 如财产权、宪法和法律及公民间的契约的限制 正义的运用不在于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正义的问题只存在于契约主体的起源与交易 在公民与公民之间 国家与公民之间 谁若单方面毁约都是不正义的 不经其本人同意 强迫他人劳动或剥夺他人所得 都是不正义的 只要权力得到了保障 正义就得到了实现 即便取得权力的过程 会带来不等的分配结果 保守主义之所以怀着极大的道德勇气 对智为动听的社会正义提出质疑 是因为这样的社会正义 把财富凌驾在权力之上 把虚假的社会凌驾在实在的个人身上 如果把这样的正义付诸现实 人的权力就注定要遭殃 如果不择手段地夺走别人的财富 必然要践踏别人的权力 而且社会正义会彻底抹掉个人的责任感 免除了社会互动的义务 如果不通过社会的再分配 就没有正当的占有 那么正当的付出和获得都不存在 如果在没取得社会认可之前 一切自然继承的所得都是不正义的 如果国家垄断了一切财富和权力 那么社会平等的目标就成了 让个人绝对服从于一个全权的实体 社会的律令 在这里 每个人的平等是在特权基础上的平等 领取配额机会的平等 在这种社会现实 领取配额的额度和机会 不仅极不平等 而且等级鲜明森严 社会正义所追求的这种各得其所 也曾写在象征着纳粹统治的 布衡瓦尔德集中营的入口处 社会正义把正义当作一个社会整体的正义问题 而正义问题首先涉及的是个人的 在保守主义看来 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来衡量正义与否 是不妥当的 分配性正义 创造出一个神 一个奇怪的幻想 国家是所有财富的拥有者 否则国家拿什么去再分配 国家真的是社会上一切财富的拥有者吗 显然不是 而且没有任何理由是 艾森豪威尔曾经也语道 如果你想有最全面的社会保障 那就不妨去投奔监狱吧 那里的衣食住行和医疗都是免费的 那里只缺少一样东西 即自由 里根说的更加直接了当 他认为 在英语语言中 最恐怖的话语就是 我是政府派来的 派来帮助你们的 那么 保守主义如何对待穷人的问题呢 保守主义真的像常常受到的指责那样 是维护富人的既得权益和敌视穷人的一种阴谋吗 保守主义认为 人类总是生存在紧张状态之中 任何政治行动 不论多么有效 也只能缓解这种紧张 绝对不可能予以完全消除 在保守主义看来 邪恶和苦难是人类在其生存状态中永远无法摆脱的 明智的做法不在于用宏大的乌托邦方案去试图将这些邪恶与不幸斩草除根 而只能用适当的措施抑制并缓解其不良影响 这也意味着政治与政府在功能和活动范围上都是十分有限的 削弱强者增强不了弱者 毁掉富人帮助不了穷人 压制发心者提升不了领心者 通过国家来强制性实行再分配的社会正义 却试图把一个有限国家变成无限的国家 把自由的国家变成保姆国家 把一个地方分权的国家变成中央集权的国家 一旦走到极端时 便成了一切由权力核心统一配给的兵营国家 保守主义正是为了穷苦人的长远利益 才质疑这样的社会正义的正义性 帮助穷人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救济 让他们舒舒服服的享受贫穷 而是鼓励和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状态 对那些有能力自施其力的穷人 政府给他们提供的越多 他们为自己提供的就越少 因而也就越穷 只有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才可能变得自立富裕 有人会问 对于那些靠个人和社会的力量 都解决不了的困苦 难道政府也不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吗 当然应该 问题是 因看到这种援助计划 常常带来的不良后果 政府的救助所提供的物质条件 不可能也不应成为人们过着 体面生活的物质基础 保守主义十分同情人间的疾苦与不幸 但绝不对受苦者和不幸者 做空洞的画柄冲击式的空头许诺 保守主义不仅同情穷人 而且主张用更有效的办法帮助穷人 博克认为 慈善和福利应由私人和民间来提供 主张用民间的慈善事业来取代政府的福利计划 民间的慈善不仅更有同情心 而且帮助穷人的办法也更为有效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 保守主义以重的是社会而不是政府 用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家里根的话说 政府通常不仅不能解决问题 政府本身就是个问题 在保守主义看来 政府帮助穷人就像消防队灭火一样 只有在市民无法控制火事时才动用消防队 只有在社会的力量无法克服眼前的困难时 政府才能出面 一旦大火被扑灭 消防队就应班师回朝 困难一旦被克服 政府就应撒手不管 所以保守主义者在劳驾政府之前 总是要问明 这个问题凭社会的力量能否解决 在分配问题上 保守主义认为 市场机制的公平 是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所无法比拟的 政府要做的不是取代市场 而是去维护市场自身的公平 人与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各自所需要的公正也有不同 因此靠政府通过国家权力来一刀切 是很难实现公正的 反而常常是加大了不公正和不平等 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权力的过分集中 以致产生不受制约的专横权力 此外 强行的平均会破坏产生财富的激励机制 到头来使得财富越分越少 权力与自由的平等是应该和正常的 分配的平等是不应该的 也是不正常的 更是不可能的 由于人自身能力缺陷和道德缺陷 正义不可能全面彻底实现 追求全面彻底的正义反而带来更大的不易 尤其是不能通过总体设计和全面的平均的实施 来实现全面正义 正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演化而来的 不是设计与建构而来的 这就要求认同社会与传统的权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